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车厢带给大家满满的疗愈感 一起懒懒过新年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北捷运 台北动物紧急救援小组 马吉猫共同推广猫空缆车系列活动 缆车新装赶在春节前亮相 让民众搭乘时可以感受到 拱都拉 马吉猫 艾马与小牛的陪伴 今年我们特别规划在利用 我们年节前也就是在猫懒维修期间 特别换上新的造型 我们感谢我们台湾动物救援小组 以及马吉猫我们共同合作 推动相关动物保护 动物救援以及生命教育 各项的意义活动 让很多带着孩子的家人 利用年节期间到猫空 或者搭乘猫冷到猫空这段期间 让孩子可以更进一步了解 生命教育的意义 他回来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一个半月大 那当地的居民是说 他那个狗爸爸狗妈妈 应该都是被那个 捕受夹夹伤 然后重伤不治都身亡了 那事实上他们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然后也都陆陆续续夭抑折了 那只有小布他是非常幸运存活下来的 那事实上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像小布一样的这种流浪动物 他们可能是被遗弃 然后被虐待 生病受伤 无家可归 然后孤苦伶仃的 真的很需要我们去关怀 然后我们一起能够伸出援手 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台北市政府 台北的捷运公司还有猫男合作 然后非常感谢那个 这个蒋市长的大力支持 好 非常感谢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吉祥物 这也是我们旧游回来的狗狗 他叫做A 然后这是一只猫咪 他叫做小牛 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吉祥物 然后能够跟这个猫懒 猫车懒车结合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能够翱翔在台北的天空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要非常感谢 再次的感谢 那我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说 我们要友善动物 事实上也不只是局限于猫咪跟狗狗而已 然后事实上世界万物都是非常有灵性的 所以人与环境的永续共存 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然后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完成 那最后呢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蒋市长非常感谢 还有各位长官大力支持 今年猫空缆车有可爱的动物们担任代言大使 打造生命教育车厢 介绍动物保护及环保议题 从教育开始向下扎根 让台北市成为动物宜居城市 那其实我们师傅团队上来之后 对于动物保护 流浪动物的救援 宠物照顾一直非常重视 所以去年我们也是跟结局公司合作 我们推动宠物专车 也就是让市民朋友可以带着宠物 不用放到宠物龙或牵着牵绳 可以让他们很自在跟我们一样 享受搭乘捷运的乐趣 那一次活动 哇 反应非常热烈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规划 考虑持续举办 甚至扩大 增加举办的日子 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推动台北市 各个公园 就是宠物公园的规划 那另外我们也落实相关动物保育 还有生命教育意义的课程 落实在校园里面 我们都会全面的来推动 那当然 大家今天看到的猫股缆车 刚刚董事长告诉我 我们今年 这个月正式完成所有钢缆的更换 所以搭乘猫缆 绝对是非常安全安心 那最后我想再次的呼吁大家 在年节期间真的可以好好的来 动物园逛逛走走 这非常适合全家人 带着孩子 部分年龄层 都可以来好好的 看看我们动物园 很多新的规划 我们园长也在这里 园长我参与之后 有很多创新的做法 非常欢迎大家来 同时搭着我们重新换新装的包揽 到猫空 沿路欣赏风景 猫空可以喝茶逛逛走走 也可以到指南宫 张山寺泡杯茶 祈求来年一切顺心 财富满满 我们预期今年的过年 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到猫空 因为今年的猫空的 那个鲁冰花海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预期今年应该会有更好的 这个营业的这个效果 过年的时候呢 大概我们都会有差不多 一万二一万三 甚至于说最好的时候 曾经达到快要两万 其实这一次的换新装呢 主要是跟这个马吉猫 还有台湾紧急救援小组 这边有一个合作 那我们的车厢以及内装 还有我们的车站 都有换上了新装 那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请那个旅客 在搭乘的时候 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台北市长蒋婉安 也在现场挥豪 除了祝福新年快乐外 也期盼动物友善福利 持续推动 2月3号到2月14号期间 只要购买票卷满额 就有送限量磁铁 期间造访猫空站的 张鼠步道 还有盛开的鲁冰花 恭候大驾 夜晚的猫空光环境 也闪烁迷人 欢迎民众到此走村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每年农历年前 台北侠海城隍庙 都会印制春联 与民众结缘 今年春联以众神团圆范 为主题 画上庙内Q版神明 与大稻城产业相关的 神农大地的 保佑民众幸福一整年 城隍爷贴心地 帮城隍夫人夹菜 旁边还有手拿爱心的月老 以及忙着上年菜的 神农大地 和手持针线的雷主 众神一起围炉 嘴里咬着钞票的虎爷 则是为大家招财 为在迪化年货大街上的 台北侠海城隍庙 每年农历年前 都会印制春联和民众结缘 今年以众神团圆范为主题 邀请众神保佑民众 幸福一整年 好那今年呢就是我们台北下一城隍庙呢 其实已经连续很多年都做这个生肖的春联 那其实跟其他的春联不太一样 就是大家可能是提字啊 然后或者是用陡方的方式 就是一格的那种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 就是把众神明呢 都画上来这个春联上面 那上面就是有庙内的一些神明 在吃团圆饭 因为我们过年总之要吃年夜饭嘛 所以上面就有城隍老爷啊 城隍夫人啊 你看城隍老爷就是 来夹菜给城隍夫人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这个 大家熟知的岳下老人 然后跟这个神农大帝 为什么有神农大帝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迪化街上面 周边蛮多都是中药南北货的店家 那他也是这个守护神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庙内有 神农大帝这尊神明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产业神 就是雷祖 那雷祖就是因为周边有这个布室 然后有这个服装产业 然后也有很多现在很流行DIY嘛 手作嘛 那就会守护这些相关行业的人 那当然还有很重要过年我们就是一定要赚大钱嘛 希望新的一年赚大钱 但上面就有这个荷崖啦 这一户也还摇着钞票这样子 那龙年嘛 所以我们就用庙顶上面的两个很漂亮的简年 双龙抢猪的简年去做成 那双龙抢猪也是就是守护 然后希望呢我们这个更加幸福的一个意念嘛 所以就然后这个龙的身体上面呢 还有这个迪化街的建筑的这个天际线的这个感觉 所以就也希望说大家带回去可以贴在门上面啊 窗户上面啊 就是祝福一整年啊 对 另外台北峡海城王庙每年都会在元宵节当天发放小提灯 今年龙年小提灯 同样由知名旨意加洪新富老师设计 提灯造型立体 配色讨喜 邀请民众一起来欢度元宵节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龙年的小提灯 那一样会是在元宵节当天来做发放 然后晚上也会带大家夜游大道成 就是元宵节2月24这个6点 我们就会发 然后现场也可以坐一下 那7点我们就带大家去夜游大道成 来看看晚上的大道成 那今年的这个灯呢 也是一样是洪新富老师设计的 它其实是两面红色的跟金色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煮的那一面 那像这个就是金龙嘛 然后后面还有Happy New Year嘛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小提灯 那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来 那我们的除夕夜晚上当天 晚上11点其实就是初一啦 然后我们就会有新春团拜 会发这个除夕的这个 等于说是新年的发财金 然后有一样是500个100块的这一个发财金这样子 随着春节脚步接近 越来越多民众来迪化年货大街办年货 民众可以顺道来下海城隍庙拜拜 索取春联 另外由于元宵节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 台北沙海城隍庙也欢迎民众在元宵节来拜月老 祈求一整年感情圆满 祝事顺利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保障消费者采购卫生安全的脱水蔬果 腌制产品及秘件 台北市卫生局到便利商店 大卖场 传统市场 观光商圈等批发零售地点 总共抽验了51件食品 结果有6件品质不符规定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脱水蔬菜 腌制产品及蜜件 总共有6件不符规定 其中3件 酸菜分别检出防腐剂本甲酸 或漂白剂二氧化硫超标 腌制鸟梨 鸟梨各一件检出甜味剂糖金 自制菜检出漂白剂二氧化硫超标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到我们辖内的便利商店 大卖场 传统市场 观光商圈等批发零售地点 公计抽验51件产品 同时检验防腐剂 漂白剂 杀菌剂 濁色剂及甜味剂等项目 并进行标识插合 检验结果有6件品质不符合规定 质合格率有11.8% 那这次检验不合格规定的产品 有酸菜3件是检出防腐剂本甲酸 或者漂白剂二氧化硫超标 自菜检出漂白剂二氧化硫超标 腌制鸟梨跟鸟梨 各一件是检出甜味剂 还起肌带黄细胺酸鹽及糖金 那这两个是一规定是不得检出的 那台北市卫生局已经要求 贩售业者立即下架不合格产品 集中三件酸菜 自菜跟鸟梨 而检验不合格规定的产品 检查是来源是在外县市 已经已请当地卫生局进行办理 检查证属实可依照违反市民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8条及第47条第9款 处制造业者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另外一件胭子鸟里不合规定的部分 检查本市的业者无法具体提供上游的产品来源 以依照违反市民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第11款的规定 处新台币3万元的罚款 卫生局呼吁业者谨慎使用食品添加物 务必遵守规定不过量使用 遵照使用范围及限制 针对包装产品标示也要落实完整标示 避免因标示未完全或标示错误而违规 影响民众选购权益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腹动漫流就像身体里的不定时炸弹 只要一破裂死亡率高达六成 知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死于这种疾病 林口长庚医院副院长叶吉孝 分享自我检测的方式 一块来关心 讲起身体状况已经恢复了八成 徐老先生哭着感谢林口长庚医疗团队 把他从鬼门关给救了回来 78岁的徐老先生去年9月因为副主动漫流 突然破裂昏迷休克 送到林口长庚医院急救 回当时危急的情况 徐老先生的儿子速度哽咽 他很能相信平常身体健康 又喜欢健走运动的爸爸 怎么会突然有生命危险 当我接到第二通电话的时候 情况并不是我想象的 而且是我前有未闻的一个病状 让我们家属真的是措手不及 林口长庚心脏血管外科医师李应生表示 徐老先生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 出血量超过一万五千cc 医疗团队先紧急放置主动脉支架 再由创伤外科将血液取出 然后紧急开刀 花了超过九个小时输了二十几袋血 期间呈三度冰围 加上病人本身有很强的求生意志 终于出现了奇迹成功救回徐老先生 他的腹腔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如果不做紧急的开腹 去给他的脏器做一个释放压力解除的话 其实在两天内一定会 就是多从器官衰竭而死亡 所以说结局还是不会改变 所以当时的紧急情况下 我们就联络了我们林口长庚的 创伤外科医师 然后来进行一个紧急的剖腹释放压力 那压力释放完 其实他后面的后腹腔那边的压力 是整个被释放出来 意思是说所有的里面的血液都往体外灌 所以一旦开腹 其实我们就面临了一个另外一个难处 就是说他的血会向鲜血直冲出体外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他的血压变得更不好 然后极度甚至濒临的贫死的状态 然后我们输血也大概输了二十几代的血 那血压还是其实都明明强强维持住 因为徐先生的儿子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 所以我们当时还是跟创伤外科医师 讨论说我们不管怎样 还是要救到底就对了 就是不论任何情况发生就一定要救到底 所以我们继续疏血 然后也继续请创伤外科一起合力把多余的血块移出腹腔内 然后让肠子能得到一定的释放 然后确定也请创伤外科医师确定 肠子有没有急性的突然间坏死的情形 那小便也没有出来 那在整个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最后才送出开刀房去交病房 林口长医院副院长叶吉孝表示 副主动脉瘤就像身体里的隐形杀手 发生率2%到7%通常没有症状 一旦破裂死亡率就会增加到近6成 包括老烟枪高血压高血脂65岁以上 以及有心血管疾病都是属于高风险族群 由于副主动脉瘤的位置靠近后腔脊柱 业吉孝建议民众可以腹部平躺后自我检测 如果发现腹部有明显球状跳动的东西 一定要格外警觉 比如说你是高血压抽烟 65岁以上男性 家族史或是有高血脂的病人 建议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脚弯起来 深呼吸摸摸看你的肚子 会不会摸到有特别在跳动 很强烈的跳动感 那个常常会就会摸到有一个 因为我们的副主动脉是在后臂 就是在我们的脊柱旁边 所以通常你要摸到这个东西的话 就表示它可能已经真的有点大了 你才会从前面摸到这个主动脉 不然一般的人是摸不到 65岁以上的男性 如果有抽烟有家族史 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话 那就建议至少每年摸摸看你的肚子 有没有一个在跳动的像球状的东西 那就如果有这样的感觉 就赶快到医院来做个电脑断诊 或做个超音波警察 记者张琪台北报道 台北市与日本爱源县松山市地结友好交流协定 今年迈入第十年 日本知名艺术家特地在松山文创园区打造特展 以缠照光影生命为主题 展现花朵的生命力与凋零 我喜欢很漂亮 我觉得石华老师他的设计真的是很细致 很多细节他都注意到 其实像这个作品 他都是人造花 但他感受就是非常的真实 因为他包括花瓣上面的水珠 他都是一滴滴滴上去 所以我觉得他呈现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作品 什么展览让台北市长讲完案称赞不已 原来是日本知名艺术家全川石花打造的作品 首度来台展出 邀请国内外旅客在3月3号之前 来松山文创园区观赏 今日はこんな大切な機会に展示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私大抵もすごくゆかりが深くて 何度も展覧会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私自身台湾が大好きなので プライベートでもお仕事でも ちょっと数え切れないぐらい訪れています 今回こういう機会をいただいて コロナの間全然来れなかったので 本当に久しぶりに来れて とてもとても嬉しくなっていますね 自分の場所に 第二のふるさとに戻ってきたような気分で すごく毎日楽しく過ごしています 松山の皆さんともとてもゆかりが深くて 何年にも渡ってたくさんの作品を 展示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なのでとても私にとっても大切な 2つの都市で こういう有効を記念する展覧会に 今回参加できて 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今回の展示は 造花のお花を作った 使ったエンジン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生命の循環だったりとか いろいろな生と死がありながら また新しい芽が 新しい芽が 芽吹い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 コンセプトで作っています 欢迎松山市野事市長 再次来到台北 最主要是台北市和松山市 我们有个松山区 岸園县恆有松山市 也因為這個名稱的關係 所以讓我們有這樣特別的緣分 台北市和松山市 我們在2009年就開始頻繁的交流 2014年10月正式簽訂友好交流協議 所以到今年10月剛好是10周年重要的里程碑 去年也就是市長來台北 在北投我們的溫泉季 特別結合松山市大神教重教的活動 我和松山市長都分別站在神教上 這樣子互相撞擊 非常的精彩 而且也展現日本在地傳統文化 也是市長告訴我 兩尊神教在過去分別代表 一尊是農業 一尊是商業 那每一年這樣一撞 就代表來年農產豐收 神以興旺 所以我相信未來台北和松山市 在新的一年 我們馬上要迎來龍眠 一定會帶給大家幸福平安快樂的日子 台北市松山區與日本愛媛縣松山市有同名的緣分 雙方締結友好交流協定也邁入第十年 台北市觀傳局說明系列活動已經展開 除了松山文創的全川石花特展 松山市也應邀參加2024台北燈節展出特色燈主 持續強化兩城市交流 那也非常謝謝我們米卡 我們松山文創這裡展出 所以都非常歡迎好朋友們 在2月2號開始到3月3號這段期間 一起來我們台北燈節 歡慶元宵也欣賞美麗的花燈 那在這邊再次感謝我們日本的好朋友 再次來台北 我們永遠歡迎大家 也希望台北和松山市 未來可以邁向二十年三十年長遠的友好交流 先ほど市長さんからご紹介いただきましたように 台北市さんと我々松山市というのは 2014年に友好交流協定を結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観光で、スポーツで、文化でと様々な交流を積み重ねております 2024年10周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この南端フェスティバル 私と松山道後線と縁のある みなさんさんの作品を特別に展示してくださる 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全川石花特展在松山文創南藻堂區 利用空間明暗交錯時間與人的流動 揭齒彰顯被誉為雙方最古老的溫泉 松山市道後溫泉及台北北投溫泉的連結 為交流十周年增添光彩 歡迎民眾來欣賞花朵展現生命力與寧靜美麗 記者張祈腾 翁郡台北報導 什麼 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膠做的 多吃這種瓜 和癌症說掰掰 全世界瘋傳的驚人事件 看到這些誇張的標題 您有什麼感覺呢 會因為好奇而點進去一探究竟嗎 還是已經知道這是毫無意義的農場文 現在 我們就帶您來理解 假新聞的下標題技巧 教您聰明判決 一 文章標題有誇大的聲明 像是你不會相信即將發生的事 假的 二 出現奇怪或不尋常的動畫 通常都是騙局一場 假的 三 跳出 輕鬆賺錢等文字 絕大部分是詐騙 假的 四 出現不常見的影像 例如 疾病 扭曲罩等 這是騙點擊率 假的 五 常見罐頭用語 像是百萬人公傳 大家都驚呆了 簡直太神了等 一樣是假的 這些聳動的標題 就是希望閱讀者能點擊 點進去後的錯誤資訊 會造成民眾對虛假內容的信任或價值判斷錯誤 因此我們要牢記 一看 二庭 三想 讓誇大的新聞標題 不再影響我們的閱聽品質 中家集團關心您 快過年了 各地都在舉辦新春輝豪贈春聯的活動 不過台北市南港區公所今年很不一樣 特別邀請新竹縣五楓香農友到現場擺攤 販售高山高麗菜等農特產品 擅長書法的台北市議員吳士正 特別把網路流行的 農年諧音梗吉祥話寫進春聯 狠獲民眾好評 新鮮翠綠的高山高麗菜吸引許多民眾購買 不過這裡可不是市場 而是南港區公所舉辦的新春輝豪活動現場 區公所方面希望藉此協助新竹縣農友搶供過年商機 也方便民眾選購新鮮優質的農特產品 今年新春輝豪 我們就特別選在過年前在公所一樓辦 最特別是我們還跟我們新竹五楓香的小農結合 讓大家在過年前除了可以開開心拿春聯 然後也可以置辦一些農產品 然後回家可以煮年菜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我們各區都有跟 一些原鄉都有辦城鄉交流 那這些城鄉我們就發現 五楓香的農特產品真的很特殊 然後農民都很努力 然後品質也很好 所以我們常常藉用這個機會 結合也介紹給我們台北市的市民知道 除了有優質的融合產品與特色伴手裡 由政大EMBA書法社 郭子儀老師率領多位書法名家 現場揮毫的春聯 更受民眾喜愛 說取人潮不斷 其中擅長書法的台北市議員吳施政 就把農年諧音梗 吉祥化寫進春聯裡 有趣又討喜 不管是長輩還是年輕人都很喜歡 先祝大家龍年行大運 那現在大家很會用諧音 這個什麼好運龍來 然後還有龍戰 這些都很有創意的 現在的年輕人對於寫春聯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但是就增加很多活潑氣氛 這個是以前沒有碰過的 所以這個能夠結合傳統 跟這個年輕人的創意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不是說我們寫得又快又好 你看看 吳憶也寫的 這個一定要寫 謝謝謝謝 因為龍年嘛 然後就想說雙關就龍戰啦 這樣子 讚 OK 還有龍好命 還有龍好命 對 喜喜洋洋的輝豪鄭春聯活動 讓現場充滿了龍龍的年味 南港區公所方面期盼 透過民家的筆墨 讓民眾歡喜迎接龍靈的到來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 位在台北市市中心的 中正區幸福里內 有知名的華山市場 還有齊東街日式宿舍 里長蘇宏仁延續父親的職責 與里民的互動就像家人 來到中正區幸福里 不時可以看到里長蘇宏仁 騎著腳踏車在里內穿梭 親切的與里民互動打招呼 位在台北市市中心的幸福里 禮節範圍 東西狹場 公家單位林立 還有以美食著稱的華山市場 以及環境幽靜的齊東老街日式宿舍 幸福里是在台北市的可能是市中心 所以市中心偏一點 我們林立民主要就是最有名吃方面的湖黃豆漿 大家都曉得的 文化方面我們在齊東街有一個 以前日據時代的日本公園宿舍 經過政府花了經費整頓之後保留原裝 做的文化文學基地在那邊 延續父親服務里民的承諾 蘇里長一做就是十三屆 服務里民超過五十年 生活里民信任 也是台北市最資深的里長 那我個人呢 在我們幸福里就是以前的花心里 很沉重去的時候 我前後一共連續擔任十三屆的里長 到目前為止 我的里長是從我父親他就開始擔任里長 那我從小兒母路來了 知道這個里長的工作 而且因為我以前在做生意都是跑外面 在外面接下公務 所以就是我父親不幹的時候 我就接下來我就繼續擔任到現在 里里面也跟整個社會可能有點關係 因為這個生活形態的改變 因為大家也忙於工作 里民跟里民當中的聯繫工作就比較少了 平常早期的話 大家沒事的話都會出來一些畫家廠 那現在大家忙於工作 那除了我們有辦里的活動 大家有機會互相聯繫之外 其他的話就比較各忙各的了 里內啟動公園是幸福里唯一的公園綠地 儘管佔地不大卻整理得相當優美 共榮式郵聚 梁亭座椅一應俱全 里長說原先里內有任養一塊綠地 之前交還給政府將進行改建 里長也爭取改建後能夠有個禮活動中心 我們里面本來有一塊綠地 綠地就是因為我們離辦公處 透過區公園市政府我們在任養一個綠地 因為最近因為他們是會要來利用的時候 我們就是交換區最近才交換給他們 我們也爭取以後他們改建之後 希望在他們改建公有的建物裡面 有一個禮的活動中心 讓我們大家來共同使用 儘管年過八十 蘇里長身體依舊硬朗 充滿活力 每每遇到年長的里民 互動就像家人朋友一般 也因為這樣的親切感與最懂里民的心 造就幸福里成為幸福的後收宅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台北市中正區有一家鮮魚湯 店家挑選八掌大的吳郭魚 用姜絲九層塔調味就煮出魚湯的鮮美滋味 中午用餐時間還沒到店裡就坐滿人潮 外頭還有排隊等待的客人 大家都是為了來品嘗這碗招牌鮮魚湯 一碗一條巴掌大的吳郭魚 除了湯就只有姜絲 鮮美的滋味不僅客人絡意不絕 就連當地里長都讚不絕口 這家就是我們幸福里的美食特色 魚湯 第一個魚湯處理得非常乾淨 都非常新鮮 所以很多人來嘗試 歡迎各位有空來我們幸福里 嘗嘗我們的魚湯 第一很鮮 魚啊處理得很好 沒有什麼鱗片啊 吃當然有要吃一下 鱗片處理得很乾淨 我們家的魚湯是無鍋魚 都是淡水跟鹹水養殖 綜合的養殖的無鍋魚 然後它是一碗一條 有頭有尾有刺 然後大概是手掌打一人份的 然後每天都是當天新鮮來的 然後每天都是當天現撈 撈完之後我們在店裡面 殺得很乾淨讓客人吃 我們家的無鍋魚是沒有土味的 從我奶奶開始做起就是做無鍋魚 這就是別於市場的一個特色 全台灣大概沒有幾家做無鍋魚 通常人家無鍋魚都拿去做紅燒 只有我們家做清 就是直接清湯加九層塔 加薑絲煮 就這麼簡單的原味這樣子 所以40多年都是這個味道 所以我們老顧客很多 店家說無鍋魚湯沒有土味的秘訣 除了養殖技術成熟 最重要的就是無鍋魚 每天都是現撈現殺 清理得十分乾淨 一碗鮮美的魚湯 搭配炒麵炒米粉 平價的一餐就能帶來無限的滿足 他們養殖技術現在有比較好了 這是千絕條件 已經比以前好很多 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每天都是自己在店裡面 一條一條用手清乾淨 我媽媽自己殺魚 一條一條殺 每天都是殺這麼多魚 然後主要是它殺得乾淨 所以你就沒有土味這樣 因為有些人不吃無鍋魚 就是你講的怕土味 可是你可以來我家試試看 是沒有土味的 然後魚鱗也是特別的乾淨這樣 可以配炒麵或炒米粉 就是有點像客家麵這樣子 就是客家麵的味道 因為我爸爸本身是客家人 然後我們家的炒麵炒米粉 都是純豬油炒的 然後我們豬油也是自己炸的 然後配這個麵 然後再加上肉燥跟豆芽菜 就是最簡單的味道 都沒有過多的調味這樣子 從早上七點營業到下午五點 從路邊攤開到店面 鮮魚湯店用四十年不變的好滋味 溫暖美味客人的新美味 記者黎智慧台北報導 發生的事 假的 二 出現奇怪或不尋常的動畫 通常都是片值一場 假的 三 跳出 輕鬆賺錢等文字 絕大部分是詐騙 假的 四 出現不常見的影像 例如 疾病 扭曲罩等 這是片點擊率 假的 五 常見罐頭用語 像是百萬人公傳 大家都驚呆了 簡直太神了等 一樣是假的 這些聳動的標題 就是希望閱讀者能點擊 點進去後的錯誤資訊 會造成民眾對虛假內容的信任 或價值判斷錯誤 因此我們要牢記 一看 二庭 三想 讓誇大的新聞標題 不再影響我們的樂聽品質 中家集團關心您 農曆春節前夕 市長謝國良 議長童子偉 已跟副議長楊秀玉 聯合慰問警察 消防人員及協助名利 感謝大家在春節期間 持續守護治安與防災工作 讓市民能過個好年 我們來直接過一下 沒有關係 停 市長好 市長好 晚安 大家好 好 年關快到了 在這邊跟大家拜個早年 感謝大家一年來 為了基隆的治安 所付出的努力跟貢獻 也謝謝我們各位名利的首長 大家一起來維護我們 基隆的治安 在這邊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然後龍年行大運 謝謝大家 謝謝 快要過年了 春安首長聯合慰問活動 市長謝國良 議長佟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跟市府秘書長方定安 分別前往全市各區 衛免警銷獻兵 區公所 及邪情名利 感謝所有人員 加強春節期間的 各項安全工作 市長謝國良 致贈慰問金 及慰問品 由警察局長 翁群能 及議警 民房 議交 守望相助隊代表接受 從今天開始 所有的議警 還有我們的民房議宵 還有行守隊 大家都要在這半年裡面 要幫忙是這種 因為警力有限 民意無窮來幫助 而且市長也非常 照顧我們這些 市長是我們的民房總隊總隊長 他底下含我們都是民房總隊管人 希望說我們基隆自然意見很好 在這個春天的時候 平平安安 大家過個好年 要公開的感謝警察局 跟我們翁局長 對於這個警力的貫徹 以及對於治安的維護 首先就是在於 我們的寧靜街坊 自從我們在2月1號 將我們罰則調到全國最高之後 我想相信對很多飆車族 對非法機車的改車族 我想對他們有很大的一個警惕 在這幾天的一個執法 也看到很好的成績 在這邊跟大家表示感謝 第二點就是昨天在東岸廣場 我們警察展現了公權力 點交給新的業者 這一點也非常的重要 我也在這邊感謝局長 跟所有在場的同仁 在那天的關心與付出 各位這個商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取信於企業界的話 那未來我們還要談什麼招商 基隆市未來就是要靠招商 引進更多的企業 來活絡這個城市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 好像這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可是對很多全國的企業之類來說 他們就是看在眼裡 他們就知道說 那基隆市政府他說到會做到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本次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期間到113年2月1號到15日止 為期15天 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民眾安心 為三大工作主軸 這是因為因應我們相關連結的活動 可能衍生了治安及交通問題 使我們民眾安心、歡度節慶 也是警察及邪情人員最忙的時刻 我想跟大家說一聲辛苦了 也給大家 請大家自己給自己一個掌聲 好不好 謝謝 那我想這個 敦慶慕領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謝謝我們所有的這些名利 這些各單位的一個協助 那謝謝 我也代表基隆市市民 感謝大家 感謝我們的警察同仁 我也常常跟很多的好朋友說 一定要支持警察 所以今天的這支名利單位 就是支持你們 也希望讓我們基隆能夠安居 更樂業 就像我們市長剛剛提到說 怎麼樣去招商引支 如果說基隆的這個地方 這個治安不好的話 我想可能很難招商引支 所以這個安居 這個很重要 是警察同仁 是最基層的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們的警察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另外市長謝國良也相當感謝消防局同仁 春節期間堅守崗位為市民服務 在消防局長向勇才的陪同下 前往信二路災害應變中心 發放春節職情人員魏問金 我們感謝消防同仁 打火弟兄姐妹一年來的辛勞 在這邊特別跟他們獻上問候 去年一年大家都非常努力工作 我們救回了很多OCA 讓很多的市民朋友 維護他們的生命跟健康的安全 我們在今年還跟Sony影業 拍了一個我們的形象月曆 這個形象月曆是獨創全國的消防局 也正視了更提升我們的消防形象 所以在這邊再次的 感謝我們的打火弟兄 大家一年來的努力 明年我們勉勵自己 大家一起更努力 保護更多市民朋友的生命財產安全 到我們消防局 來慰勞我們的消防弟兄 那我們消防弟兄 今年也感受到市長 對我們消防弟兄的一個關心跟重視 也給我們的預算的編列 像那個獎勵金 我們的沖火場 還有那個OCA 救回的市長都發誓 全國最高的獎金給我們 也鼓舞我們基層的士氣 我們的同仁也非常的 這個工作非常賣力 為我們市民服務 希望能夠做好我們消防工作 給市民過個好的平安年 市議員何淑萍也特別來到現場 一一感謝消防人員 用心救災救護 守護市民的安全 最要注意的就是 小心火燭 還有除司機的電線是否老舊 要隨時檢查 不要讓我們消防人員這樣疲於奔命 他們真的很辛苦 一年365天都沒有休息 那這裡非常感謝我們局長 所帶領的所有消防弟兄們 在這裡呢也祝福你們 這個春節愉快 春節期間 治安與消防安全不打烊 府會共同感謝所有警銷 與邪情名利的辛勞 守護基隆 讓市民能夠過個好年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在這裡來看好萊塢電影 魔鬼克星 冰天動地 4月即將上映 金融市消防局 首度結合電影公司 拍攝公益消防桌陵 限量開賣 所有的收益 將全數捐贈給創世基金會 消防隊員秀出結石的肌肉線條 化身為消防桌陵中的主角 基隆市消防局 12位俊男美女消防隊員 首度結合魔鬼克星 冰天動地的電影元素 與基隆美景拍攝消防桌陵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你要擺一個動作 要擺很久 然後那個維持那個動作 還有臉不要笑僵 就是真的很難這樣子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抱貓 我以前都是在抱狗 所以我也是跟他們的主人 他們主人在旁邊幫我協助說 要怎麼抱啊 然後要放哪邊 然後攝影師說 坐下來我坐下來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精心拍攝的消防桌陵 即日起限量開賣 所有收益 將全數捐贈給創世基金會 市長謝國良肯定 透過桌陵來行銷基隆 非常感謝收益公司 來跟我們基隆市消防局 來合作 來拍我們的消防桌陵 那我們這次拍的桌陵 所賣出的善款 我們全部捐給創世基金會 來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我認為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值得 我們來做 讓我們基隆市 有更有愛的一個程式 因為打火的弟兄 也就像魔鬼克星一樣 去幫助所有的市民 解決生活上的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剛好又是到了年初的時候 那如果能夠拍攝一本月曆 讓大家一整年都能夠想到 就是打火弟兄在 幫助我們生活上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然後我們有把所有的 這個收入捐贈給創世基金會 很開心能夠跟索尼影業 Sony Columbia 進行魔鬼克星的一個 共同的宣傳的儀式 如果買這個我們消防隊員的月曆 就可以送我們的一個公益票 那所有所得都會捐給創世基金會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消防隊員是能文能武 而且呢都是猛男美女 而且呢他們也花了很多精神 來拍這個月曆 那對於他們平常的辛勞 我們已經非常的感激跟感謝 但又能夠替基隆市能做程式宣傳 所以希望跟Sony以外 也能夠跟更多的影業 跟更多的電影劇組 電視劇組 未來來合作行銷我們的城市 就是這一次真的非常感謝 就是基隆市政府跟我們的 基隆市的消防局 然後還有我們的Sony的影業公司 合作這個工藝的消防桌裡 對我覺得希望就是 社會大眾可以就是 藉由這次拋磚引玉 那大家更重視我們這次的 弱勢的族群的這些人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小額捐款 或是說線上捐款也可以 或是說捐贈奶粉尿布啊 看護店也可以這樣 這個消防聯名桌陵 即日起在伯克萊 基隆各大獨立書店 與創世基金會限量開賣 價格119元 並附贈一張電影特應會票券 歡迎民眾一起來支持公益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基隆慈雲寺結合盛興人士 新川營造李吉川先生 共同舉辦寒冬送暖活動 準備了800份食品物資 發送給中山區和安樂區的低收入戶 祝福民眾能過個好年 手提袋裡面裝滿了白米 素罐頭 素泡麵和飲料等食品 基隆慈雲寺舉辦113年寒冬送暖活動 共準備了800份物資 分送給中山區和安樂區的弱勢民眾 大家排隊依序領取 對慈雲寺的善行一舉 心中充滿了感謝 我第一個就來了 8點多就來了 這個義工也在幫忙弄很好 慈雲寺真的要愛心 給大家每年都很方便 謝謝大家 對 它的白米很好吃又香 很好吃 還有罐頭還有什麼泡麵 都是素的都很好 慈雲寺主委說 秉持著觀世音菩薩慈悲為懷的精神 發送寒冬送暖的物資 也感謝新川營造李吉川先生的愛心 共襄盛舉 一起來關懷弱勢民眾 希望大家能過個好年 我們慈雲寺舉辦 一年一度的寒冬送暖 裡面的東西有那個 因為我們慈雲寺完全是自俗 泡麵 吃的泡麵還有飲料 還有那個油還有罐頭還有米 好幾種約有800份 送給這些比較需要的信眾 我要感謝那個李吉川先生 典禮相似 因為我們觀世音菩薩是 慈悲為懷 所以感念這些比較清寒的人 他們很需要 所以每年都舉辦這個活動 我祝各位信眾 因為是金融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平安喜樂 謝謝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在寒冷的冬天 慈雲寺用實際的行動 關懷弱勢民眾 讓整個社會充滿溫暖 也發揮力量 一起來營造基隆成為有愛的城市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歲末年終安樂區公所 透過大五輪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媒合生產觸控面板的 創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舉辦愛無限公益送暖活動 歲末年終安樂區公所 透過大五輪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媒合生產觸控面板的 創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舉辦愛無限公益送暖活動 捐贈百米十斤以及全聯禮券五百元 總共六百五十份 總價值超過五十多萬元 幫助安樂區的弱勢家戶 區長還有安樂區所有的禮長 大家一起配合 願意提供說你們需要的幫助的人民單 我們公司上來就是 我們公司每一年 都是會把我們所賺的 有余余的部分 我們就奉獻給社會 然後不管是一些外面的基金會 還是其他有需要的單位 尤其是我們自己在安樂區 在大五輪工業區 所以我們每一年也都會 對地方來付出一點我們的心力 創為公司的愛心也獲得 安樂區公所以及安樂區里長們的 由衷感謝 市政府這邊在辦稅末連環 那除了金額上的補助以外 這件事創為公司 特別又給了百米十斤 總共六百五十包 另外全年禮券五百塊的 也是六百五十份 那除了三百五十份 是要給我們低收入戶以外 另外三百份 另外三百份是可以提供給區公所 額外提供給邊緣戶 尤其是很多邊緣戶 其實他沒有辦法拿到實際上的 即時的補助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區公所能夠透過里長 發放給真正需要的人 那這一次再次代表區公所 再次感謝創為公司 能夠提供這樣子 這麼好的捲助我們的物資 感謝 創為公司是位在安樂區武汛街 一家專業製造觸控面板的公司 生產最高品質觸控螢幕 行銷全世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連續第23年的春安趕勞行程 前往24個單位 慰勞辛苦的基層人員 三分級 祝大家 同年大集 無受安康 好運動來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連續第23年 親自到警察局第三分局 製贈泡麵飲料 以及春聯和議員紅包 慰勞辛苦執行春節期間工作的人民保姆 慰勞物品由分局長代表收下 希望大家齊心協力 做好各方面的這些 治安交通工作 那在這邊也呼籲 呼籲民眾 在有出門旅遊的時候 能夠 跟我們有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舉家外出的行簽 還有護鈔 張耿輝也呼籲民眾 經過警察分局 或是派出所以及公車分站 消防分隊等這些過年 仍然不休息 辛苦為大家服務的單位時 也可以向他們打個招呼 謝謝他們的辛勞 對他們年度來的辛勞 表達個人對他們的敬佩 以置意之外 最重要的話 就是在這段時間 也感謝這相關單位 對耿輝在衛民服務的協助 當然 美容佳節被失親 總是說 在春節期間 總是有一些 留守的辛苦的 剛才我講的各單位 對於為我們在堅守的崗位 那耿輝最主要也是 希望呼籲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不妨有經過 以上我剛才講的單位 給他們表達最肯定的支持 以鼓勵 隨後張耿輝和服務處 志工以及助理們 也到包括公車處分站 以及消防分隊等其他單位 執政春節慰勞物品 為大家加油打氣 公車處 祝大家 榮鳳誠祥 和家幸福 新年快樂 今年總共慰勞包括 景消及公車處和環保局分隊 尋守隊等24個單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孩子為主題的海地朵兒畫展 在吉樂寺中門館展開 策展人希望透過藝術創作 讓大家可以找回孩子時的同心 好好體驗生活 感受生活 用蠟筆層層疊疊疊的創作 真的好流域 來自台灣東岸的藝術家 海地朵兒 畫下每一天對孩子的凝視 龐大的靈感 改變了他在創作上的方向 畫作展現充滿喜悅 與真實感受的生活 我這次的作品都是以孩子為主 就像大家看到的海報上面 就是孩子兩個字是很簡單的 那因為我在當媽媽之後 我發現孩子帶給我很多 我自己沒有去注意到的東西 沒有去觀察到這個世界 曾經發生的一些很美好的 細微的小事情 所以我就透過了創作的方式 把孩子帶給我 帶著我去看這個世界的方式 把他透過畫筆的方式畫下來 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找到 就是自己回到自己小時候的那個樣子 你對這個世界都是充滿的好奇 然後充滿的喜歡的那種感覺 找到充滿好奇與對世界的歡喜 海地朵兒鼓勵大家創作 結合畫展 推出自由飛鳥創作計畫 吸引了不少家長帶孩子來參與 這個在自由飛鳥的這個 這個繪畫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小朋友自由的去展現他的創意 那因為自由飛鳥其實就是一個 永無止境的創意的感覺 那因為可能過往我們或多或少 都會限制小朋友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動作 那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讓他可以自由創作 然後畫出他最喜歡的顏色跟畫面 真的好好玩 好好玩 真的好好玩 透過創作 希望每個人都不要忘記最開始的那個自己 我們希望就是這個活動可以 讓大家一起透過畫圖的方式 然後把自己的夢想畫在那個飛鳥裡面 然後讓這個飛鳥承載著我們的夢想 就是再繼續的往前飛 首次受邀到基隆展出 以孩子為主題 讓人看見滿滿的童趣 看了覺得很療癒 就覺得說回到年輕的時候 歡迎有空的民眾到極樂寺中門館欣賞畫作 一起找到初心 飛向夢想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有民眾反映 安樂區邁進路 某大型社區前 經常有車輛 臨停在紅線上 造成車輛並排 顯像還生 有騎士就把行車記錄器貼上網 印發熱意 邁進路 邁進路 某大型社區前 一整排汽車 微停在紅線上 123456789 你沒看錯 就是9台車 因為車流量太大了 因為車流量太大了 但是這裡停車是很方便 最近有騎士行經安樂區邁進路上 發現某大型社區 整排車輛微停嚴重 將影片PO上網 引發網友熱議 商店街這麼多 商店街這麼多 你不讓上下貨怎麼辦 那也是 站在那個應該也是要考慮 就是把它 可以的話 隨調他們社區 把這個座內彎進來 這樣子大家都不會危險 而且也不會常常被警察巴 原來這個大型社區一樓 都是商店街 道路原本只有兩線道可以行駛 但常常有貨車來這裡上下貨 導致其他車輛要經過時 得跨越道路的分隔線 造成車輛並排 現象緩升 我們有跟官員會申請 嗯 所以才有辦法停上來 嗯 不然那些車子其實是不好停的 有關該社區外面的道路 車輛微停部分 分鎖平時均有派源在 遇到發 那那個社區的一樓 因為它上架頂立 那平時也會有貨車上下貨的問題 所以分鎖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都會派源到現場去 輸導指揮交通 專警方強調會加強取締 微停告發 但有貨車司機說 開單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但要如何改善 恐怕需要再從長記憶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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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单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遭受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无碗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册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刃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